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令自己沮丧的事情 有些人能乐观的对待 而有些人会认为这是命运的不公 今天的33放映室为大家介绍五个极其不幸运的人 与死神擦肩而过最多的人 弗兰尼塞拉克是一名克罗地亚人 以经常与死亡擦肩而过而闻名 他被称为世界上最不幸运的幸运人 1962年1月 他正乘坐火车穿过一个寒冷多雨的峡谷 火车出轨 导致车厢坠入河中 他被好心人拉到安全的地方 这次意外导致17名乘客遇难 1963年 在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乘坐飞机时 他被吹出了故障的飞机门 落在了一个干草堆里 飞机坠毁19人遇难 1966年 他乘坐了一辆巴士 滑出了公路 掉入河流 4名乘客遇难 他游到岸边 身上只有一些伤口和余伤 1970年 他的汽车在行驶中起火 他在油箱爆炸前成功逃脱 1973年 他的汽车发动机故障 导致火焰从通风口喷出 塞拉克的头发被完全烧焦 但他没有受到其他伤害 1995年 他被一辆公共汽车撞倒 但只受了轻伤 1996年 他与一辆大卡车一面相撞 这次事故也没能夺走他的性命 经历了7次可能致死的事故 他都活了下来 然而 他的传奇故事还没有结束 视频的结尾 还有一件最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 发生在他的身上 被陨石击中的人 陨石是一种不常见的外太空来客 我们普通人一生可能都不会看见陨石 但总是有那么一些不幸运的人 被陨石击中 1954年11月30日 住在美国希拉克家的霍奇斯 正在家中休息 突然一块柚子大小的 3.86公斤的陨石碎片击穿了屋顶 从一台收音机上弹起 击中了正在沙发上休息的他 导致了他的腹部受到压伤 幸运的是他的伤并不严重 事件发生后 陨石被当地警察局长没收 然后交给了美国空军 此时 霍奇斯和他的房东 对这块陨石的所有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执 他的房东认为这块陨石落在了他的财产上 理应归他所有 后来霍奇斯和房东达成和解 为此他付给房东500美元 然而一年多后 当这块陨石被送回霍奇斯家时 人们对这块陨石的关注度已经降低 他也无法找到买家 1956年 他将这块石头捐给当地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故事还没结束 最不幸的是希拉克家陨石在空中碎裂为三块 除了击中霍奇斯的那一块 当地的另一位农民发现了1.68公斤的麦金尼碎片 随后被一个律师以一大笔钱买走 这笔钱让他买了房子和汽车 被闪电击中最多的人 沙利文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 从1936年开始 他一直担任护理员 据统计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格林县 被雷电击中的概率是万分之一 1912年4月 他在一个防火凉望塔里躲避雷雨 由于没有安装避雷针 凉望塔被击中了七八次 由于凉望塔着火 他跑出不久就被雷电击中 1969年7月 他驾驶卡车在三路上行驶 闪电击中数目 然后雷电发生偏转 转向正在卡车上的他 这一季将沙利文击婚 烧掉了他的眉毛和眼睫毛 并使他的头发着火 1970年7月 他在自家院子里被击中 闪电击中了附近的一个电力变压器 并从那里跳到他的左肩 烧伤了他的肩膀 1972年春天 沙利文在国家公园的一个护林站内工作时 再次被击中 使他的头发着了火 从这次开始 他开始相信有某种力量要摧毁他 他对死亡产生了恐惧 开始相信即使他站在人群中 也会以某种方式吸引闪电 从此他开始随身携带一罐水 以防止他的头发被烧着 1973年8月7日 当他在公园里巡逻时 他看到一片风暴云正在行程 于是迅速开车离开 但这似乎并没有什么用 他又一次被击中 幸运的是 他随身携带的水罐帮他浇灭了燃烧的头发 1976年6月 正在罢工的他看见一朵乌云 虽然逃跑了一段距离 但还是被击中 这一次头发也没能幸免 1977年6月 他在一个淡水池里钓鱼时被击中 闪电击中了他的头顶 使他的头发着火 向下蔓延 烧毁了他的胸部和腹部 除了他自己 他的妻子也被击中过一次 当时他的妻子正在后院挂衣服 暴风雨突然来临 沙利文正在帮他收拾衣服 此时他的妻子被雷电击中 幸运的是两个人都没有事 多次被雷电击中的经历 让周围的人渐渐远离他 害怕雷电击中他的时候连累到自己 这令他很沮丧 1977年 沙利文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 受到雷击次数最多 仍然活着的人 整个村子都中奖 除了他 西班牙的索德托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村庄 2011年 240名居民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 除了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科斯特斯 在西班牙一群人通常合伙购买一个彩票号码 如果中奖 所有参与的人将按照比例瓜分大奖 2011年 这个村庄的妇女协会购买了一个彩票号码 然后向村子里的每一个人出售个人股份 幸运的是 这个号码中了价值9.5亿美元的大奖 根据他们购买的数量 每一个居民都赢得了13万至数百万美元的奖金 当彩票中奖的消息传来时 科斯特斯很快意识到她是唯一一个被排除在外的人 原因竟然是妇女协会忘了向她推销这个彩票份额 当所有的人都称她为最不幸运的人时 她自己却不这么认为 她认为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故事 怕正准备将这个事情拍成电影 马丽内斯被称为美国最不幸运的女人 因为她在五次不同的飓风中失去了五个家 她一直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平原地区 是一名校车驾驶员 马丽内斯在1905年的贝特西飓风中 丧失了她的第一个房子 20年后又在湖湾飓风中失去了她重建的房子 1998年乔治飓风也卷走了她的房子 2005年卡特里纳飓风中 她再次失去了另一所房子 这些凶猛的风暴从墨西哥湾席卷而来 摧毁了马丽内斯的每一个家 2012年美国的一档真人秀节目组 替她装修了很破旧的家 安装了新的厨房用品 添置了新的家电 然而不幸的是 名为艾萨克的一级飓风从海湾呼啸而来 再次摧毁了她的房子 失去了五次房子的她 似乎很乐观 当记者问为什么不搬走时 她回答说路易斯安娜是她的家 但是他们想搬到山上的房子 还记得视频开始 那个与死神七次插舰而过的塞拉克吗 2003年 在她73岁生日后的两天 她通过购买彩票 赢得了价值900万人民币的大奖 虽然她用她的奖金购买了两栋房子和一艘船 在2010年 她决定过一种节俭的生活 慷慨的将大部分剩余资金送给亲戚和朋友 他们都是极其不幸运的人 但好像又是最幸运的人 你认为哪一个是最不幸运的人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